太陽的溫度 你會經歷到這個冬天的冷 你會經歷到這個樹在變化 我覺得這個就是在享受生活 府中十五亞洲連線主題影展 十二號舉辦紀錄片回家特映會 影片紀錄屏東三地門大設部落 為了預防風災 被政府安置在山下組合屋 但風災過後 主人對自身文化的情感 以及傳承文化的急迫 他們選擇回到熟悉的土地 用自然教育孩子 有主人在觀影過後感觸特別深 我覺得大家都在訴說著自己 怎麼從原來出生的地方 當我們離開的時候 有一天又在我們還有一個路 你還會期待說 我有一個地方是可以回去的 是可以被人家接納 或者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而且那個生活雖然是 在大家看來是一個貧乏 或者是一個缺乏的地方 可是對我們來說 這個就是我們居住的地方 導演提到拍攝過程 看見族人為了傳承文化付出的心血 也讓他對自身文化多了一層體悟 因此希望透過回家這部紀錄片 讓不同族群的人能夠反思 或重新找回自身文化 其實我看到這些原住民朋友他們這樣細水藏流的 而且非常堅持的在土地上榨根 其實我會很羨慕 對 因為我覺得他其實在拍攝他們的時候 其實我回頭會看到我們自己 其實現在很多台灣人其實是屍根的一群 其實不太知道自己的母體的文化是什麼 新北市這個都會區又匯聚了所有來自台灣各族的原住民 所以我也非常特別的重視這樣的議題 就是說他們來到這個都市之後 大家如何再把他們的文化傳統延續到新的生命 所以我想舉辦這個紀錄片 可以給非常多的人提供一個很好的借鏡 回家不僅呈現部落終身帶族人傳承文化的困境 也記錄了族人對文化保存的努力 更體現了文化是教育下一代不可或缺的元素 原人新聞 Navodiproan 新美式板橋 採訪報導